菩提心哪个人没法 学了佛都发了菩提心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是假的 不是真的是写的 是偏的 所以这个菩提心不起作用 真真重要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慧能大师那样的上上根 这个我们自己要承认 这种人太少了 老师当年教学 最怕的是我们狂妄 我们以为自己发现 以为自己跟慧能差不多 他能做得到我也会做到 不行了 三个老师 三个老师没见面 没碰过头 但是三个老师讲同样的话 警告我 慧能那个法子不能学 学不到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慧能之前没有出现这样的人 慧能以后到今天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人 你这个路 这个路你要把它撕掉 决定走 方老师这样教我 张家大师也这样教我 李老师也这样教我 警告我 决定不能狂妄 怎么办呢 劝我走第二条路 脚下 这个头一条路 禅宗 这是天才办 博士办 小学都没念过 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 那是天才办 我们不是那个天才 到那里去 拉不到 怎么办呢 上小学 有小学 中学 大学 研究所 慢慢 你可以拿到 这叫教下 方东梅先生 劝我在脚下 他在大臣里头 最欢喜的 是花影 他常常都花眼睛 看清凉的住宿 黎掌测的货轮 对于大臣发现 他有相当深的噪音 他告诉我们 知识分子 就是要走教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 讲经教学 四十九年 也就是 知识分子 占的比例 大 大概百分之九十 所以教 是最齐齐的 是怎 才用这么多的时间 那我们是知识分子 就应该走 知识分子这条道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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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